同样是跟交通有关的消息 三线乡广新桥网罗东方向 有设立交通庸设的替代道路指标牌 但路标方向不一 不少外地人因此迷路 先议员陈宏熙今天也开车 来进行实地的测验 先议员陈宏熙借获民众陈勤 指称广新桥三星端网罗东方向 路标指标牌方向有误 害不少外地人迷路 所以他今天也请助理 依照指标方向 开车实地测验 结果真的迷路 原本应该往罗东却来到东山 最后开了五六公里又绕回原路 而宣议员陈宏熙批评 宜兰县是以观光力线 但县府却连基本的标示牌都做不好 实在是太不应该 因为这边明明说要右转 可是前面又一个罗东四公里 那我到底要直走还是右转 然后我想说有两个右转 跟着他右转 结果去到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根本就不是罗东啊 照理来说 我们罗东往往新大小 直走就到了四公里 上面有一个指标 结果这边有一个指标 往罗东的方向 这是不对的 结果在过去以指标方向 有好几个指标 罗东在那儿黑白色 结果绍一绍 绕来绕去还是绕到原路来往新大小这个方向 这是不是宜兰县政府为了解决 解决道路疏解交通的问题 让银客在这边转来转去 我感觉很纳闷 我们罗东方向是往这个方向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是这样做的呢 我希望宣政府或是相关单位 应该注重这些问题 这是不是宜兰县观光最大的道路指标杀手 有人要来宜兰 对应援的反应 县府建设处表示 这是规划的替代道路 但指示牌疑似因为台风天毁损或是遗失 才会造成标示不清的现象 会请陆圈单位尽速改善 道路指标的部分 因为这个部分是由道路的管理机关来做设置 像路段的部分有些是公路中区 或者是向正式公所的管理部分 之前我们已经有请各管理机关 来检视这个指标的一个完整性 像这次案 它有可能就是里面的指标可能有遗失 或者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针对这个议员所提出的意见 那我们之后会赶快请各管理机关来监速来开建 那避免用路人的一个不清楚的一个部分 伊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